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有很多自然景观好看 有些则是好玩 但有些景观却让人看过之后哭笑不得 小编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景观 就是其中之一 相信很多男士们看过之后 不免心跳加快 而姑娘们则要脸红了 双乳风景区位于贵州省真风市区境内 是喀斯特的风铃绝品 是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 酷似女性的乳房 这里的不一族群众一直把它当作 大地母亲和生命之源来崇拜 据地理学家考证 在中国觉悟经有 其他国家也没有类似发现 堪称天下奇观 贵州省真风市区境内 离市区九公里 处于真风 贵阳的公路干线 处于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贸地区 景临董庆峡谷 三叉河省及风景民胜区 这乡石林 马岭和峡谷 天下奇观双乳风 位于贵州省真风市区境内 离县城九公里 处于真风 贵阳的公路干线上 占地40公顷 海拔1265.8米 相对高度261.8多米 两座物力的石风 形同女性丰满的双乳 且逼阵队 让女人看了脸红 男人看了心跳 被当地不一族称为圣母风 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奇风 双乳风 整个景区呈现出双乳风石林 原生态不一文化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 珍观寺名人碑林 沿海水上娱乐中心 湖滨浴场 野营露宿 星级酒店等十大亮点 成为人们心境自然放飞快乐 休闲度假的绝佳之地 有一位学者观赏双乳风石 曾经说过 黄果树虽然壮美 但它不是世界唯一 而双乳风不仅是世界第一 而且是世界唯一 双乳风一定会像黄果树一样 成为世界文明的景点 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 造物主不经意的雕琢雀 龟斧神功般的造就了一座座奇迹 看到这个景观 除了面红耳赤的羞涨之外 恐怕更多的是感动于母亲的伟大 和生命的深厚吧 这种对于自然的原始崇拜 我们除了肤浅的害羞之外 应该更多的多一份敬畏和尊重 还有对生命的思索 除了贵州的天下奇观双乳风 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几座 在外形非常形似的双乳风 请跟随编者的镜头来见识一下 武则天乾陵的双乳风 乾陵位于西安西85公里的前线梁山上 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墓 以山为林 海拔1049米 成圆锥形 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 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 陵园面积240万平方米 当年建有宫殿楼阁378间 历经战乱被毁 仅存石刻碑节 气势尤存 现即有六缩驻华表一队 一马和鸵鸟各队 石马五队 将军十人十队 无自卑和数胜纪碑各一通 并有当时曾参加高宗葬礼的 国内少数民族首领和 外国使者石刻像61尊 头像四毁和石师等 石刻艺术精尘 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乾陵周围这有17座陪葬墓 已发掘的有永太公主墓 张怀太子墓 义德太子墓 出土文物极多 壁画艺术高超 建有博物馆 乾陵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西上林双汝峰 大泽山西路 大泽山西路的月始文化遗址 留下了 3600多年前 夏至早商时期 人类活动的足迹 春秋战国时期的明成 和西汉焦东王都寂寞 即在精贫路境内 其双汝峰微妙微笑 惹人联想 安徽天柱山 双汝峰 吴依山双汝峰 吴依山双汝峰 又名古子峰 并连峰 是八曲的最高峰 双汝峰下有唐人王子清 创建的十古道院遗址 半壁的乱穴中 已有红桥版的残片 峰的两面岩峰上 有一岩洞 可容数十人 相传为无道人修炼处 洞有小学里 不存放有关道人的遗退 故洞名为 无宫洞 双汝峰 其玉莲之秀 风乳之美 仙谷之灵 鼓动之奇于一身 是五一景区 带字润中的一处景盛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有很多自然景观好看 有些则是